今天我们要去参加我女儿学校举办的联合国日庆典 如果你在菲律宾读书 每年到联合国日啊 他们这边的学校都会举办一场联合国日庆典 主要的内容就是 每一个孩子都要挑选一个国家的特色服装 然后进行一个小比赛 这一次我老婆为我女儿挑选的是中国 感觉的事件啊 真的存在着命运 因为我老婆小时候也是Miss China 我老婆说 学校里的那些家长啊 天天都在那边炫耀自己的孩子 到时候的衣服有多好看 多精彩 天天说他们孩子的服装啊 有多夸张 我听说他们的孩子的服装有多夸张 我听说他们的语言在学校 我看起来的语言 我看起来的语言 那些语言 有些语言 我看起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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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语言 我看起来的语言 不过来的语言 不过来的语言 对吧 我们只是第一次来的语言 我们来语言 我们来语言 要很夸张的服装跟头饰 又要具有中国特色 那不就是中国国粹 精具吗 我找了好久 一开始找到了 都是一些专业的戏曲服装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套 性价比相对较高的 儿童戏曲服装 我女儿喜欢粉色的 所以 我为她挑选了这一套 也全部都是粉色的 不仅如此 我老婆还自己去订了 一个类似戏材的道具 比赛前几天 我们还特意对我女儿进行训练 因为头饰较重 所以也要穿上去 让她多适应 比赛当天 因为戏台道具较大 我们只能另外叫当地的三轮车 载过去现场 到了现场之后 已经挤满了人 现场人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只能先找个角落 帮我女儿简单化下妆 跟整理服饰 因为我们的服装 非常具有特色 而且全场也只有我们 携带这个戏台道具 所以走到哪里 都成为了全场 最吸引眼球的焦点 当然 也一直有人过来 找我女儿拍照 现场一开始 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 高年级生的演出 各个孩子穿着各国的特色服装 都非常可爱漂亮 其实你们别看福利平人 普遍都比较穷 但是隐喻到这种庆典或是比赛 他们都非常舍得给孩子花钱 他们一个个的服装 其实看着也都价值不菲 正式比赛开始前 老师们先组织孩子们绕长一圈 然后就是老师跟校长致辞 我女儿这一次比赛 被安排到了第一位上场 此时我们的心情都非常紧张 希望不要出任何差错 果然越怕什么就来什么 因为是第一位出场 现场的麦克风竟是没有声音的 经过调整之后才恢复正常 不过这也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状态 而且随后还没走完计划中的台步 就被老师匆匆的叫下台了 之后就是同班同学们上场 可以看到 他们一个个都卯足了权力 服装也都非常具有特色 很试经验 很明显家长们都下足了心思 没想到菲律宾这种比赛也这么卷 可以看出 他们对这类型的演出跟比赛都非常重视 之后是同班级全体一起的舞蹈 요 大家可以看出我们 明显了 好的 好 我女儿现在读的是 类似国内的学前班 菲律宾的学前班有分好几个班次 例如Kinder1、Kinder2 这一次参与比赛的是 幼儿园跟几个学前班一起比赛 总人数大概将近60人 现场看过去 最多的可以属于韩国 然后就是中国的了 可以看出 中国在菲律宾其实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现场这么多个国家的特色服装 你都认识哪几个国家的服装呢 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最后是颁奖环节 奖项有最佳服装奖 男女多个名额 总冠军名额是 联合国先生跟联合国小姐各一个 看着一个个别人的孩子都上台领奖了 我们的心情越来越失落 本来啊都打算离场了 就在总冠军联合国先生颁奖完之后 我女儿竟赢得了 女神组全场冠军 联合国小姐 中国小姐 此时我们的心情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从原本的失望 变成了十分激动 且高兴的心情 顿时觉得这阵子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一次的全场冠军 联合国先生跟联合国小姐 都是中国的 对我来说 也是个完美的结局 期待来年再战 最后 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服装呢 这个小比赛结束了 我们家女儿获得了全场第一名 你把用boy 车给用girl 用 so girl 像 number one 啦 全部的第一名 还不错吧 很棒